上回书说到随兵六十万 分三路兵发南辰 随朝的兵马是打一仗胜一仗 打一仗胜一仗 晋王杨广指挥大兵就杀到了吴湖 南辰吴湖总兵就是大将施文庆 施文庆是抵挡不住 因为随兵太勇了 随朝的人马是如狼似虎 南辰的兵将是无心交战 常言说的好兵败如山倒 随兵这一打来 陈兵四处逃窜 施文庆没有办法 把岩浆的地带全丢了 只好撤回城中 施文庆可不敢打了 传侠命令伸手不战 免战高悬把城门一关 想忍了 那哪行啊 晋王杨广指挥大兵就把乌湖团团围住了 就在这时会儿 昌平王邱锐的兵马也到了 两路人马合在一起 大兵四十万 兵和一处降打一家 随兵人强马撞 就准备攻打这乌湖城了 施文庆一看坏了 随兵四十万要怎么硬攻 这城市非丢不可 城丢了我也得死啊 施文庆不敢打了 黏溜溜的开着城门 把城都不要了 带着亲兵就逃走了 就这样 杨广跟昌平王邱锐 没费一刀一剑 就把乌湖城拿到手了 进了城中 出榜安民休息三天 杨广得报了 高颖大帅 已然取下广陵 指挥大兵 往镇江进兵 杨广非常高兴 来呀 百上九言 请功贺喜 大宴三天 咱们杀本采石计 这一下随朝大兵 军心振奋 杨广指挥大队人马 跟昌平王邱锐 四十万大兵 就杀奔了采石计 采石计的首将姓马 双名子春 这个马子春是没什么能的 专门会一样 绝技就是溜须拍马 他拍的孔范非常高兴 孔范的 就拿这马子春当成心腹了 这个马子春在采石计掌管兵权 但是他是个势力小人 他不但会溜须拍马 而且会挑拨离间 那在孔范面前 是第三下字 孔范说什么 他全听是百依百顺 在孔范面前摇尾起连 纯粹是一条狗啊 可是这个马子春对待手下兵将十分磕 手段也很独 搂得着军祥就不少了 采石计的军兵对他恨入骨髓 大兵到了 这马子春心说我怎么迎敌啊 他这琢磨 他手下战将暗中聚在一起也琢磨 因为这些战将都知道 除州的守将 就是被他手下兵将给捆上之后 现成归降的随兵 难道说他们能归降 我们就不能把马子春捆上 我们也归降大随吗 大家伙操得一块这么一商领啊 全都愿意 这个马子春太坏了 人心失去了 他能不亡吗 大家伙商领好了 说干就干 到了马子春的家中 也就是衙门内宅 一下子把他捆上了 然后开城门归降了 随兵也是没费一刀一剑 就得下彩时机 杨广一看 跪在地上的马子春 杨广一笑 我说 你是奸臣以下之奸臣 来啊 把这奸臣以下之奸臣给我绑上 将来押回京城 让父皇再处理吧 就这样把马子春给压起来了 随兵得了采石机之后 杨广传下命令 谢兵三天杀本建康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建康城中 奸臣恐犯跟江总就吓坏了 毛了 随兵打一仗胜一仗 现在采石机都丢了 四十万大兵要来到建康 何人前去抵抗啊 两个奸臣坐在一起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我说 孔大人 这随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啊 这还不是守城的兵将 他们不卖命吗 不是县城归墙 就是撒腿跑 那随兵还不快吗 这帮光吃饭不买力气的东西 纯粹是一群饭桶 就在这时候 有人来到江总身旁 江大人 您的兄弟江超阵亡了 我们已然查实了 什么 我的兄弟他死了 是啊 江大人 其实我们早就得到消息了 可是不敢禀报您 我们派人又查实了 查清楚了 才敢禀告您 确实江大帅 毅然阵亡了 哎呀 江总叹了一口气 他能说什么呀 就在这时候 有人腾腾腾 跑到江总面前 江大人 朕将失守 朕将守将 装培员回到健康 在外边等候求见 江总哼了一声 没说话 孔范把脸望下一沉 命他进来吧 时间不大 镇江的首将 庄培员进来了 参见孔大人 参见江大人 孔范 双眉一条二目圆征 我说 庄将军啊 你为什么把镇江 失守了呢 孔大人 那高颖的大兵 勇猛顽强 势不可挡 他一连伤了我 几员大将 吓得我手下战将 没人敢出马了 军心涣散 所以不战自败 我还是 裹到逃军里头 才得了一条活命啊 嘿 你们这群窝囊废呀 平常的威风 你们都哪儿去了 俗话说的好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啊 我说你们就知道吃饭呢 到现在随兵来了 啊 你们不好好给我守着 你要知道 镇江是咽喉要地 你把镇江丢了 镇江失守了 我健康 我健康可怎么办呢 啊 这个庄培员心里也窝火呀 我说 孔大人 您说我无能 我确实无能 我承认 可是 您把有能力的 全都杀的杀 免的免啊 顶大帅有没有本事啊 文武双全 应酬为我 决胜千里 结果被您 在后主面前 说了几句话 革职为民 回老家了 您不但把 顶大帅 革职回老家 那罗裔 罗大帅在北平 你们也不知道怎么着 让万岁传家旨意 封罗一位北平王 不让他回来 永远镇守北平 这倒好 有能力的 霸直为民 要不然放在外边 不让回来 到现在 镇江失守 是我的责任 可是 随兵打到健康了 孔大人 您要有能力 您别用不着饭桶 您出去抵挡一阵呢 孔帆一听 气得三师神暴跳 武林豪气腾空 把周安一派 大胆的装培员 你竟敢顶撞我孔帆 来人了 他刚一喊来人 腾腾腾 有一个当兵的 跑到孔帆面前 孔大人 镇点将军到了 啊 罗大帅来了 是啊 镇点将军 一旦到了 好 孔帆一听 镇点将军到了 立刻转路为席 来来来 受我孔帆有请 遵命 时间不大 这个当兵的 引着镇点大帅 罗荣 就来到大厅 书中按表 这位镇点 大将军 罗荣 他是一片 赤胆忠心 忠于南朝 他也听说 镇将失守了 也听说 装培员 逃回健康 罗荣急了 就跟夫人 定小霞说 夫人啊 随便大举进攻 三路伐尘 真没想到 如此勇猛 来得这么快啊 将军啊 要以我看 大臣的气数已尽了 你一个人 也没有回天之力啊 是不是 再想想别的办法 千万 不要一个人 硬去定啊 夫人 请你放心 我卢荣 早有一根 随兵决一死战 我看他们 也没有多大的本事 将军 你可不能凭一时的冲动啊 虽然说杨林 兵败六合 兵败广陵 可是这一次 晋王杨广 三路伐尘 大兵六十万啊 他们人马已然 杀到健康了 你一个人 你能打得过 这六十万大兵吗 夫人你放心 我卢荣 不破随军 势不为人 定小侠 可知道 丈夫 罗荣的脾气 你再劝他也没用 拦是拦不住的 将军 你就听 为妻一句话 你可要 见机行事 多加小心啊 罗荣立刻 顶盔灌甲 照袍束带 拴杀 十五 全身 披挂正情 带着手下亲兵 来到恐泛的府门外 他在马上 还没下马呢 就看着府外的人 府里的人 来回穿梭 一个个都十分惊恐 罗荣气坏了 心说随兵一到 你们看看这帮人 下的这副神态 罗荣甩灯黎安下马 亲兵把马接过去 罗荣一看旁边的中警官 去 进去禀报孔大人 就说我罗荣到了 手下人往里回禀 然后就把镇殿大帅 罗荣接到大厅 孔范一看罗荣全身 配挂 赶紧满面带笑 上千十里 哎呦 罗大将军 您到了 现在随兵 兵临城下 降至豪边了 就得请您了 您是咱们南臣的 晴天博玉柱 驾海紫金梁 哎呦 大人 您请坐请坐 哼 罗荣哼了一声 罗荣心说 今天恐犯的态度 可跟平常不一样了 现在让我罗荣到 镇前杀敌 对我这么客气 其实有你恐犯 没你恐犯 我罗荣一定 誓死保住健康城 所以罗荣 毫不客气的 就坐去了 孔大人 大随调动六十万大兵 三路进攻 来得这么迅速 你为什么 不奏命当今万岁 哎呀 罗大帅呀 你让我奏命当今万岁 那不是让圣上 着急吗 不奏命圣上 才能让他 好好安心 在宫中挡着 打仗靠谁 不还得靠咱们吗 啊 圣上能够 跨下马掌中刀枪 去抵抗随兵吗 我确实是 对当今万岁 一片忠心 空大人哪 你一片忠心好啊 刚才你说什么 靠咱们去抵抗随军 你能杀别 就靠你 那你去吧 哎呀 罗大帅 话可不能这么说 用筹帷幄 我还算有点主意 两军将场打仗 还得仗着罗大帅您 勇猛刚强 嘿 我说空大人哪 现在罗大帅远在北平 你们不准他回来 就即便现在掉罗大帅 原水也解不了进口了 那定大帅武艺高强 能够排兵布阵 你们把他罢官割职 嘿 现在你们手下这些战将 也都是吃喝玩乐的 无用之徒 真刀真枪 上阵临地打仗 那还不是跟饭桶一样吗 哎呀 罗将军 您说的太对了 可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现在大随随兵压境了 咱们赶紧想办法退敌吧 啊 罗将军 您看这仗应该怎么打 这时候 腾腾腾 有一个当兵的跑进来 空大人 这让阳广的大兵攻进水西门 依然杀本江中桥了 再一看 是 当兵的出去了 腾腾腾 有一当兵的要进来了 孔大人 随便高颖大军 兵力建康城下了 哎呀 你赶紧再去探来 孔帆这时候 就剩下哆嗦了 罗戎一看 孔帆浑身立斗 体似筛康 脸色沙白 罗戎看着孔帆不说话 孔帆多了多嗦抱拳拱手 深深的给罗戎做了个一 哎呦 罗大帅呀 您可是震惊的大元帅 这回可就看您了 就指着您保住咱们南臣了 哼 无用的东西 罗戎脉步 腾腾腾走出孔府 龙四江任等班杆上了 摘下紫金盘龙棍 中军兵 随我罗戎杀奔江中桥 手下亲兵就跟着大将罗戎 直奔江中桥 到了江中桥上 罗戎勒中马 掌中紫金盘龙棍 往外边一看 随兵 是铺天盖地 漫山遍野 冰山江海 旌旗漂白 袖带羔羊 让人看着眼韵 可是罗戎一高 人胆大 他一点也不害怕 他在桥上高声含嚷 对 对面随朝兵将听着 在下是南臣 镇颠大将军罗戎 哪一个不怕死 前来纳兵 对面主帅是谁呀 主帅是晋王杨广 杨广很高兴啊 因为杨广指挥人马 杀到江中桥 胜利在望了 杨广心中 甭提多兴奋了 心说 这回南臣一灭 健康到手 我尽望杨广的功劳大 权势也就更大了 杨广高兴 就在这时候 随兵来到杨广马前 启兵王家千岁 江中桥上有陈兵阻挡 哦 何人敢阻挡我 随朝兵马 王爷 您看 在桥上一员大将 跨下马掌中 紫禁盘龙棍 哦 带本王亲自观看 杨广往江中桥上一看 一员大将 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 就如同天神下界呀 那罗戎跳下马来 平顶身高 在九尺开外 长得胸困背后 肚大腰圆 可以说是狐体雄腰 看面貌 面似黑锅底 黑中头亮 两道狮子梅 黄毛烧拧着望上打卷 两只大眼 亚赛同龄 尸鼻阔口 连饼落塞 刚然在塞边 扎里扎沙 头戴冰铁荷叶盔 翻卷荷叶边 身配冰铁大叶甲 胯下青头金眼狮子兽 手中一条紫禁盘龙棍 呵 杨广心说 这员大将好威风啊 怎么南臣 还有这么样有的战将 杨广一歪头 看了看昌平王邱瑞 邱王爷 您看南臣这员大将 跨下马掌中一条棍 他是何人呢 王爷 刚才他已然嚷了 他通明报姓了 您没听见吗 他是南臣镇点大将军 罗荣 罗荣 杨广一听这两个字是大吃一惊啊 心说 这回我杨广可碰上劲敌了 杨广知道啊 这个罗荣是天下有名的战将 杨广正想着呢 昌平王邱瑞在旁边说话了 殿下 这位震惊大元帅罗荣 可是双枪向定眼平的妹夫 是南臣最勇的战将 他身强力大 武艺高强 有万夫不挡之勇 这条棍 是棍臣力猛 本王知道 哪位将军去挥一挥这个罗荣啊 末将军王 杨广一看高兴了 答话之人正是窦见德 好 你要出马可多加小心 窦见德催作下马来到两军疆场 罗荣一看 这元战将微黑的面皮 铁盔铁甲 胯下马 掌住一口刀 也是十分威武 罗荣一横手中 紫禁盘龙棍 来将唐民 刀见德在马上一横刀 告诉你 我在隋朝开皇天子 架下成臣 大元帅帐下听用 左盟军刀见德 你是何人 你坐稳安桥庭镇 我乃大臣镇殿大帅罗荣 窦见德 你们随便三番五次 供我南臣欺人太善 你要知道我罗荣的厉害 就下马归墙 如其不染 马前受死 窦见德并没生气 罗将军 请你展示雷霆之怒 听我一言 罗将军 听说你是双枪将 定达帅的妹夫 定达帅被革职为民 恐怕你是亲眼所见吧 陈后主是个昏君 他专门听信奸命之言 而不听忠言 所以人心背离 我大隋的兵将 此一次兵伐难臣 也是有道伐无道 为了拯救南臣的百姓 出于水火 罗将军 现在你们南臣 只剩下一座小小的健康城了 而且礼无良想 外无救兵 你们危在旦夕 罗将军 我劝你不要再为昏君卖命了 俗话说得好 良亲则目而期 贤臣则主而是 就凭罗将军你的武艺 你为什么不服保一位名主呢 将军 如果你要归降我大隋 我可以在殿下面前 保你封侯挂帅 将来封妻印子 荣越门庭 将军 你就是为了昏君死在两军阵前 为昏君而战 也是被万人唾骂 还请罗将军你三思而行 千万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罗容一提手中 紫禁盘龙棍 要世保难臣 咱们下回再说 无法再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